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兰县民的食安法官 宜兰抢菇队远征恒春 县长亲自受此勉励 宜中张祥君成台湾之光 夺下2020生物奥林匹亚银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先开始来看到近日很夯的美族议题 针对中央有意开放寒寿肉精的 美国猪肉进口议题 县议会国民党团 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 呼吁宜兰县政府要依据 现行宜兰县的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 第十条之一 全面禁止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在宜兰县流通 并也建议要增列罚则 只要是验出乙型受体数含量 在10PPV以下就除以 3万元到15万元的罚款 若是在10PPV以上 是除以6万元到2亿的罚款 瘦肉精 害人精 害死人民 是不小一 新议会国民党团 除了炮烘菜政府的做法 是规避国会监督 藐视人民的声音 并且强调 中央不做自己做 呼吁县政府依据现行宜兰县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 第十条之一 全面禁止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在县内流通 中央做不到 我们宜兰县议会 前提的议员 季节美国肉 使我们大家宜兰县民 能享受到宜兰 与其台湾的肉 是非常的好 大家来响应 蔡英文的政府 不应该以人民的健康 来换取美国人的资源 我感觉他好像是 给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 来亥生 换美国来干扣 小英政府不要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不可以这样 他没有连任压力 可是台湾人的生命 引起瘦肉精 对于整个生育 会产生蛮大的影响 我希望民进党政府 应该朝着以前 他们应该所做的 去一律全力的反对 瘦肉精的进来 健康 就是要顾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政治是要用我们地匪去解决 我们兰华的问题 还是跟美国的问题 不可以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起来换取我们政治问题 希望说小英政府 不要因为政治的利益关系 而破坏了我们全国人民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 我们的小英政府 一定要换卫我们全民的健康 整个标准都是在那边 都没有变动 只是他们位置转变 以前他们是在野 现在当总统 当行政院长 当部长 只有这个载变 其他都没有改变 所以希望民进党政府 能够很勇敢地说出来 什么样子的时通转变 导致于你今天做 这种政策性的改变 民进党政府来说出来 说的一头做一头 完全没有去替台湾 这些人民 去替我们来试试 包括现在开始来说 希望宜兰 我们要驾驶自己的 保护自己宜兰的健康中央 绝对反对美国过来 这个骨肉 鸡肉这个问题 另外党团也联署建议 蒸列自治条例的相关罚则 只要减出乙型受体数含量 在10PPV以下 就处以3万到15万的罚款 若是在10PPV以上 则是处以6万到2亿元的罚款 医党团正在顾 百姓的身体健康问题 所以坚持反对 在我们今天的开的允许会 国民党团提示很多这个建议案 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他其实是在规避我们国会的监督 藐视我们人民的声音 所以我们中央不做 我们地方一定要来做 所以我们议会 一定会来订一个法 让我们自己 最后我们自己 宜兰这些健康要顾好 它中央我们是希望 它不要开放美充 因为它属性有毒 这大家都知道 正确没办法导 我们宜兰的部分 一定跟管理 跟我们议会 这些议员大家来参照 不可以来开放 让它美充进我们宜兰 对此县政府卫生局表示 县议会代表人民的声音 县政府会尽全力以合情 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执行任务 我想这代表民众的声音 我们会尽全力的 合情合法合理的来执行这个任务 所以县议会是支持县议会的看法 县议会是代表民意 我们当然支持 当然尊重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另外县长林姿庙也针对了 中央有意开放和瘦肉鸡 美国猪的议题 今天跟县内的养猪业者来对话 聆听产业的心声 呼吁中央务必要保障猪农的权益 同时也要全力为县内的食品安全把关 维护宜兰县民的健康饮食权 针对中央有意开放 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 宜兰县养猪协会今天发表 四大不满 八个诉求以及两个保证 呼吁政府要全力照顾养猪产业 不能拿国人的权益作为利益交换的条件 政府一直强调保护产业 承诺会跟产业沟通 藐视猪农也没沟通 在短短的四个月立即要开放美猪进口 让猪农措手不及 不顾猪农的生计 让猪农对于政府的信心荡然无存 这叫照顾产业吗 第三点 民以食为天 政府一直强调重视食安问题 自己带头进口腰乳残留猪肉 来让国人使用 这是对的吗 政府应是保护人民 尊重人民的权益 保障各产业的生存权 人民衣食无语的时候 才能当政府的后盾 如果政府将国人当作利益交换的工具 无视主人的存在 国家必是无法安定 县长林志庙除了重申瘦肉精 零检出的立场之外 并且指示 县内学校的营养午餐 绝对不能采用含有瘦肉精的肉品 同时呼吁乡亲 多多采购在地新鲜 而且安全又美味的温体猪肉 除了能吃的健康又安心 也能捍卫猪肉的权益 请中央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立场会前后不一呢 再来不要让民众恐慌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民众这样的恐慌 再来保障民众的食安问题 这个很重要 第二点 我们要加强的标示 商家明确的标示 就是食用美国猪肉 美国的牛肉 还是本地的猪肉 牛肉 请消费者自己来选择 第三点 在地吃 最新鲜 最健康 最环保 卫生局 我们要全力的把关 使用宜然县的健康 我们卫生局 我们原先政府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有呢 我们也要求了我们的这个教育处 希望呢 我们的营养午餐 要用在地的 我们的国内的 希望呢 让我们的这些小朋友 把吃了这个猪肉以后 又是健康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强力的要求 支持国产猪肉 支持国产猪肉 加强食安法官 加强食安法官 捍卫猪龙生计 捍卫猪龙生计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3 2 1 支持 瘦肉精的议题持续延烧 三一厢长李之庸 对政府政策是不敢苟通 所以就要求 从幼儿园开始 禁止使用含瘦肉精的肉品 全面采购本地店家的肉品 并且也要求 三一厢的相关贩售店家 要禁止贩售 近期瘦肉精议题持续延烧 并攸关国民的身体健康 因此对于政府放宽 美国猪牛肉进口的政策 三星商长李志庸 在今日宣布 相利用支援供应的肉品 只能采用台湾猪牛 绝不使用美国进口 要为孩子的健康把关 香港台湾有瘦肉精的豬肉 有肉在台湾 其实这个政策 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但是为了预留到 我们乡亲的身体健康安全 我们今天正式的宣布 我们三星的幼儿园 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能买到瘦肉精的肉类 尤其是我们第一期间 希望由在地的肉品 来优先采工 乡长李志庸表示 不能随便拿健康开玩笑 这个政策 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畜产业经济 以及国民健康 因此乡长要求乡内肉饭店家 与餐饮业者禁止使用 寒瘦肉精肉品 如今查证店家贩售或使用 乡公所将立即公布店家名单 当然我们也买到三星乡 所有乡官有用到肉品的 包括餐厅 我们的传媒市場 都要来选择 绝对不能买到 含瘦肉精的肉品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地的商家 可以采用我们在地 最健康 最新鲜的肉品 也这样第一点 保护到我们乡亲的健康 第二个的我们考虑 我们都没有三品的品质 和它的效果 这是对我们专门的效果 乡长也强调 国际监队食用瘦肉精 仍然缺乏长期检验 即便定定容许值 但安全性 还是缺乏科学实证 况且台湾肉品 安全又美味 呼吁商家及民众 采用在地食材 健康才是五家之宝 宜安新闻记者石世明 实习记者庄宜萱 陈雅铭采访报导 接着来看 壮为一乡的清洁队 昨晚在古亭村清运垃圾的时候 因为部分垃圾 是属于回收物 以及事业废弃物 明显不合乎 垃圾清运的规定 而拒收 造成有民众不满 出现了不理性的行为 而推起清洁队员 侵犯到队员的人身安全 妨害公务执行 对此壮为乡公所是表态 绝对会支持同仁依法执行的工作态度 而且依规定 会追究对方应该负的责任 全台湾只有两个地方有办抢沽活动 就是所谓的北投城南恒春 而投城镇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而停办抢沽 全台湾只剩下恒春在举办 而信辉抢沽队将第六度 前往恒春参赛 另外宜兰县的抢沽协会也组队参加 所以县长林姿妙今天 特别为这两支抢沽队伍 来授其出征 期待选手们可以夺下好成绩 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安全 为了备战恒春抢沽比赛 信辉抢沽队正继及加紧训练 同心协力攀爬鼓柱以及锻炼体能 期待能夺下好成绩为宜兰献真光 让那些人拍的力量比较不强 拔好拔开 拔好拔开 然后两支胶交替 就搬到顶头上去 一趟这拔开的时候 搬起来 去公楼沙峡 训练的时候就是会在柱子上 然后大家队员就一直重复的在柱子上 先从蝶罗汉开始练完之后 然后之后我再上去开始爬 爬上去之后呢 因为我们练习也会用牛油 所以我会自己爬上去之后 自己把油再抹下来 然后我们再按照比赛流程 然后之后再一直重复的run 去练这个体能 有沒有掌握的诀窍 掌握的诀窍 团队默契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个人 每个人的体能状况都要把它提升 那再来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在绑神节的技巧上面 就是有跟 请恒春的一些前辈 来学习一些绑法 不一样的绑的技巧 这边训练跟那边训练差别 就是差别在气候 气候跟牛油就会有一些差别 技巧呢 技巧 其实已经熟人生巧 主要是上来 就是南北抢菇传承 那你这样总共参与多少次 总共七年 今年已迈入第八年组队的 新会药品抢菇队 在吴富林领队与 林光贤总教练组队集训练 为期两个月的特训 将是第六度前往恒春参加比赛 除为新南北二滴抢菇选手 体能境界与文化交流 期待能夺得佳姬凯旋回宜兰 另外宜兰县抢菇协会 培育更多青年参加抢菇活动 今年也组队参赛 县长特别为二队出赛前 鼓励加油并售齐 售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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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选手代表了宜兰县 让宜兰县因为由你们感到非常的光荣 那刚刚看到各位的这个 看这样子爬 但是看到就是感到很刺激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各位选手 为了要让宜兰来争光 大家使尽的全力 可以让宜兰县 因为由你们能够发光发热 相信在我们的官民的祝福 宜兰县政府的感谢 坤丁 我们能够对我们这些选手 大家来加油 相信这个一定得到很好的成绩 各位过程当中很辛苦 谢谢你们 加油 县长这一直以来对新闻的计划 跟发展一直一直的支持 那我相信今天的授争 然后让宜兰县 明天的一个出征到 到屏东去的话 恒春我想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也谢谢各位勇士们这两个月来的训练跟努力 在县长受席勉励以及加持之下 这两支代表宜兰县的抢孤队 更具信心 相信能在恒春抢孤比赛中 拿下优异的成绩 宜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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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认识一位 宜兰也是台湾之光 宜兰高中的学生张祥君 在国内4646位选手当中 历经了初赛 复赛 选拔营以及绝选云的四个阶段的选拔 最后是入选了国家代表队 并也涌夺了2020生物奥林匹亚的银牌奖 而宜兰市长江聪渊今天亲自来颁发奖励金 勉励张同学为宜兰以及台湾争光 今年原定于日本叙州举办国际生物奥林匹亚竞赛 因为疫情关系而改成线上国际赛 宜兰高中张祥君同学以优异的表现 拿下银牌奖 成绩耀眼国际 需要蛮激烈的竞争产生在程度中脱颖而出 在这个八人中选出四个人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生物奥林匹亚 选出国手之后我们会有大约三个月的培训时间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会走榜各个大学的实验室 会有教授跟我们介绍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度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 我们也会不停的练习可能题目啊练习自己的思考 使自己能够在这个比赛能够表现得更加结束 作为国际性生物学能力竞赛 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创造力及科学研究兴趣 在公平竞争下与来自各国的高中生 在生物理论与实验技能上提升素养 我们看到他除了得奖之外 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说他能够将他这个 平常所学的非常有信心的表达 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我们宜蘭很大的一个光荣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他带着这份荣耀 能够在继续学习的领域里面来做更好的一个发挥 能够在学术界教育界上面啊看到我们更好的宜蘭价值 我们的教育典范 我这样子整个比赛过程下来 拿牌不拿牌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最重要的事情倒是这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长 就是说你可能开始会懂得说 我们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就是说我就是一定要得奖 而是应该要好好地去品味说这中间的每一个过程 只是你能够在每一个过程中都能够有所成长有所体悟 然后了解到说我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知识在追求 而非为了那单纯的奖牌 这绝对是我在比赛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心得 市长江聪渊表示 对学生而言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体验 更是学习如何学习的最佳时机 永保后期心创造不一样的人生 台湾之光宜蘭小占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 实习记者郭靖茹 江伟毅采访报导 今天是全国国中小学的开学日 加上有新生入学 不少家长都亲自接送 造成学校周边的车流量变大增 所以宜蘭县警察局就特别加派警力 跟导户妈妈来配合 维护交通安全 同时也呼吁民众 不要违规停车或是并排停车 以免造成道路拥塞 而家长跟小朋友 对于远景的导户都觉得相当的磨心 为了迎接暑假过后的第一个上课日 还有新生入学 大部分家长会在开学日这天 选择亲自送小朋友上课 相对学校周边车流量大增 因此远景跟导户妈妈 一早就做好准备 在路口指挥交通 互送家长跟学童平安过马路 同时也呼吁驾驶 不要因为接送而回归停车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宜蘭县政府警察局 持续都有对学童的上放学安全 特别的注意跟重视 那也呼吁呢 在接送的家长们也要遵守 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 可能红线的部分呢 不要灵蹄 那还有呢 就是要遵守 斑马县的离让行人的部分 对于导户妈妈 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贴心 家长跟小朋友都觉得肯定跟感恩 小朋友平常自己过马路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么多 有警察跟导户老师那些帮忙 当然会比较更安全一点 比较放心啊 顺顺利利 小孩子平安就好了 导户妈妈跟警察叔叔 觉得这样有没有比较安心 有 有没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很谢谢他们来帮忙指挥交通 小朋友有机会遇到导户妈妈 或是警察人员的时候 可以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为他们的辛劳来致意 宜然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镜头转到头城 为了庆祝一年级的新生入学 头城国小不但请来了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吉祥物 妹哥跟喜妹来迎接新生祝福 同时还准备了平安门跟智慧罗 希望学生在校期间 可以顺利平安的学习长智慧 在老师的带领下 70位一年级的新生 一一走过头城国小精心布置的平安门 同时大力敲响智慧罗 随后还有妹哥喜妹送上好吃的棒棒糖 象征祈求未来健康长大 也要开启学习之路 同时宣传宇兰明年要主办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让小朋友能够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另外也安排了一个智慧罗 用来敲醒小朋友开启学习知识的大门 那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明年在宜兰 要举办全国原民运动会的两位吉祥物 一位是妹哥以及喜妹 特别来到我们头城国小 来宣传明年我们全国原民运动会在宜兰的重大盛事 看着孩子从幼儿园毕之后将要进入国小阶段 不但家长对小朋友有了七年 连身为主角的新生更对于未来也许下了愿望 开心上学交代好的人 越读越厉害 然后还可以交代很多新好朋友 好朋友要 来读头城国小开不开心 开心 我是小医生校班俊佑的妈妈 我希望我儿子在新生的时候 在国小阶段可以开心成长 可以多学习独立 希望他能用功读书 他专心一点这样子 就可以在学校学习到 他未来可以应用的一些技能这样子 还有一些知识这样 希望他可以在这边学到很多 然后认识很多的朋友 校方也安排精彩的国乐演出 来缓和家长跟新生入学的紧张心情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来关天天气 跟中央亲爱表示 明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震雨 便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较大雨势 而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意形态 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性短暂的雷震雨 至于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以及恒川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 替新民众到海边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继续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情形 明岩沿海地区是多云短暂震雨的天气 以太降局的预测是30% 希望是26到34度之间 继续来关心雨的倾向 以上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真 感谢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